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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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歡迎收看LemonTV的科技台 今天這一集 我就教大家怎樣去做 電影黑邊的動畫 電影黑邊的動畫 就是它從中間 然後抹開 然後你會看到兩條黑邊 其實很簡單 首先在Cleanout 你製作新的 Files 選這個黑色 然後我關掉 背景我要綠色 然後在Shape選擇 正方形這些 然後 抹開 它 然後在這裡選擇 542 然後Copy And Paste 然後選擇黑色 你會看到 好像有些 粗邊 那你就 填大它 然後 然後 然後在 Anime 按Action 按 Add an Effect 然後按 Move 那 那 那你記得按 這個最頭的正方形 那你會 這樣 那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這樣 這樣 搞定了之後呢 按右下角 這個Build Order 那 將這個Rectangle 拖進去 那它兩個 會 合在一起 那 然後你按第二個Rectangle 然後你選 With Build 1 然後你見Preview那陣呢 它就這樣 拖開了 就是這樣 那我剛才呢 在前面呢 已經弄好了 一個 一個啦 那 然後呢 我去 這個啦 那把這個 刪除了它 那不要這個啦 那然後在Files 這裡 按Export To 跟著Movie 跟著 施交9 1 那接著Custom 那個獎數呢 我會 加 4K 那接著 按Next 搞定之後呢 就縮小它啦 那就去打開這個Final Cut Pro這裡啦 那跟著呢 你就去到這個畫面啦 那把你剛才那個Desktop那個Movie呢 拖進來啦 那拖進來之後呢 你要看一下 搞定時間開的 那譬如說 這裡啦 那我剪掉這段它 那就是這樣啦 那跟著呢 那我就在 這個Effects 做Clear Clear這裡 然後拖進去 那跟著 那就搞定了 那我就弄了這個效果出來啦 那呢 那你就可以播放看看啦 就是這樣簡單 是非常之簡單的 用Keynote 這樣製作 這個 電影黑片的效果 那今集呢 這個呢 就交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一集再教其他東西啦 那今天講主題 就這麼多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